门外蓝氏弟子隔着窗子向蓝湛报告 韩光君 薛阳抓到了 如何处理 蓝湛答 先关起来 三人一起 弟子领命离去 魏英觉得自己定是太累 没听清楚 他说什么 那弟子说了一个名字 是薛阳 是他听错了吧 毕竟累了一整晚没戏好 可是 马上就听见蓝湛道 先吃饭吧 魏英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重 却明明确确是分开讲的 清清楚楚 没有变错的余地 平淡的语气 毫无起伏 落在魏英耳边如舞雷轰顶 魂不守舍的魏英被蓝湛带着在椅子上坐下 麻木地斜了两筷子菜 他甚至都没注意到放进嘴里的是什么 咬到两口生姜 全吐了 蓝湛拿过他的碗 往里面堆了些剃掉刺的鱼和去了骨的鸡肉 他还要加 魏英却已完全没有吃的欲望了 他丢下筷子 抓着蓝湛拿碗的手腕问 快告诉我怎么回事 从被叫破真名的震惊中 缓过近来的魏英 开始思考是什么时候暴露的 暴露的 还是他从不在外使用的真名 他跑到云深偷鹰帖 被蓝湛标记开始 告诉蓝家人的就是假名 魏小县 在进蓝市之前 也用过其他的假名字 但魏英这个本名 只有他的家人才知道 联系到方才弟子来报时 说到薛阳被抓 魏英不得不考虑到清歌真的落网 这种可能 但是怎么会呢 因为薛阳带傀儡灭了长家 未免被人认出带来麻烦 魏英让他在送完世家弟子 做的傀儡后 就找地方躲藏好 等他消息 这样连魏英自己 都不一定能找到薛阳 蓝湛是怎么把人挖出来 还抓到了的 蓝湛又为了他几口 倒了碗汤放在魏英面前 这才开始讲述 我想想 先从哪里开始说 魏英于清河走丢 蓝湛在胶着寻找中逐渐清醒 并承认了一个事实 魏小县不是个简单的坤 他很可能是温家派来的奸细 其实很多事实 一早摆在他的面前 只是他不肯去证实 不愿相信而已 蓝湛重新分析情报 找证人证据 挖掘魏英身上的疑点 第一次去云深偷阴铁的时候 魏英在山下小镇弄晕一个蓝湿弟子 并抢了通行御牌 当时他抢的是中庸弟子的御牌 在云深 昆泽不可以随意外出 御牌指前缘和中庸才有 每个御牌上面都用灵力刻有持有人的名字 身份职务还有性别 用灵力扫一下就能显示出来 据当时那个守门前缘弟子回忆 他完全没感觉到你身上有信箱 守门弟子因此以为魏英是中庸 正好与玉牌上的信息对应 就把魏英放了进去 但实际上蓝湛很清楚 魏英是个昆泽 无论昆泽如何收敛信箱 都不可能一丝不漏 更不至于让前缘误认为是中庸 唯一的解释 你用了药 帮助昆泽隐藏信箱的药物不少 因先都的打压和监察队的追查 已经所剩无几 这些药物中品质最好 可以完全收敛信箱伪装成中庸 并且不伤身的 唯有暗箱 暗箱是蓝湛一直带人在追查的禁药 他在出售暗箱的药铺遭人暗算 不得不回寒谈闭关 还遇到了魏英 魏英听自己用的药都被蓝湛给识破了 咬着唇低头不语 不过 真正让事情有突破性进展的 是你的再次出现 魏英抬眼 问 什么意思 药铺的经营者逃跑 监察队也没能在药铺里发现违禁药物 那次的搜查 刺探行动 实际上是失败了 他们走访周围邻居 得到了一些信息 但是也不足以让他们找到嫌犯 暗箱的调查工作暂时搁置起来 直到魏英为了进藏书格找线索重新回到蓝湛面前 在抱他的时候 蓝湛完全没有闻到魏英的信香味 这引起了蓝湛的警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因为蓝湛无意用自己的信香攻击了魏英 让暗箱失效 并且引出了魏英的信香 蓝湛当时中了药 灵力混乱 没有察觉到魏英信香是后面才出来的 可这一次 他很清醒 甚至还带着审视的目光来观察小昆泽 几乎是立刻 就让他发觉魏英身上信香没了 在和魏英分开之前 两人差不多天天同床共枕 魏英的信香 蓝湛已经非常熟悉 重逢后接近拥抱 没闻到信香味 蓝湛差点以为魏英是别人假扮的 自己的枕边之人 自己最清楚 魏英不是没信香味 是在失踪的这段时间内 又服用了暗箱 可既然魏英在外逃亡 躲藏 他哪来的钱和人脉去买药 情报线完整如监察队 都没找到暗箱的置饭者 为什么魏英能找到 蓝湛只能推测 是魏英本人或者带着他的薛阳 跟制范 暗箱的人有特殊的联系方式 或特殊关系 根据薛阳的经历 蓝湛更倾向于后者 常年混迹江湖的人 有些黑市上的人脉眼线是正常的 既然薛阳和魏英都跟温氏有关系 那暗箱的制作者可能也是在齐山认识的 蓝湛下令让监察队人员 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去温氏寻找条件符合的人 一个女医师带着一个看起来呆呆的弟弟 几乎无需筛选 答案立刻就出来了 特征是唯一的 监察队的人完全没想到 要找到暗箱制作者原来如此简单 女医师本就少见 还带了温宁这么大的目标 连问都不用多问几个人 所有在齐山的线人第一时间就能想到他们 把姐弟俩的画像拿来一看 蓝湛差点气笑 他对魏英说的话都带着点火气 他们可是到我蓝家大堂上 堂而皇之地拜过时 被愚弄被戏耍的脑恨在蓝湛胸中激荡 他有些口不择言 当时你们几个可是做得一首好戏啊 装不认识 包藏货心 把蓝家人玩得团团转 很好玩吗 魏英 蓝湛又缓缓再唤了一声 魏英已经低头 蓝湛看不见他的表情